肌膚樂團被國外媒體譽為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新生代樂團 女主唱安卓亞是天生的搖滾巨星 舞台張力十足 這個月他們還將二度受邀前進加拿大北方音樂節演出 雖然唱的是中文歌曲 但是信心滿滿 因為好的音樂照樣能在西方舞台上發光發熱 機智的嗓音加上狂放的肢體 肌膚樂團主唱安卓亞被形容在舞台上極具個人魅力 徘徊時間的揮動誰先給的起點 讓我們的故事結尾了下結局 每一個舉手投足都能緊抓樂迷目光 雖然僅有兩人編制 但樂團成軍十年來足跡踏遍了世界各大音樂節 今年六月更時隔八年二度受邀 將在登上加拿大北方音樂節的舞台 這幾年的音樂場景跟整個很多風格和流行變化蠻大的 那我們已經很久沒有回到音樂節 所以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它現在會是什麼樣的感覺 所以你當然還是會有點期待 然後同時也會有點緊張 上一次在加拿大開唱三場全爆滿 而且樂迷年齡層非常廣 截然不同的音樂氛圍 讓肌膚樂團留下深刻印象 上一次去的時候有很多 算是年齡層比較高的觀眾吧 對 原來是從很小到年紀很大的都有 在亞洲 尤其台灣比較少會遇到這一種 歷經了這些年的無數淬煉洗禮 現在的他們更顯自信 有把握中文歌詞在西方舞台 照樣能引起共鳴 那現在我們的專輯跟後來的歌 比較多的是中文的歌曲 後來我們發現這些 這些擔憂好像都是多餘的 對 因為其實音樂就是音樂 它如果喜歡 它會有反應 天馬行空的創作 一次又一次地證實了音樂無國界 今年六月他們將再用全新的作品 再一次征服多輪斗的樂迷 記者洪奈榮 張倫昌 台北採訪報導